早安 演藝小花家艾瑪肯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属于马边科的长圆都可以这样子翠绿的这个玉碟花 这样子的玉碟花呢 它的主干呢 非常非常的修长 然后它从它的主干的四面八方都可以长出它的侧枝 然后这样子的侧枝呢 又会长每一根的侧枝呢 几乎也都会像你看看这一根 也都会长出这样子一条一条的这个枝柳条 这样子的枝柳条就会在它的末端呢 就会长出这样子一串一串的花苞 这样子的花苞呢 我们就必须呢 把这个每一根的枝柳条呢 用支架把它架起来 以免它这个花 到时候这个花苞开花呢 都纠结在一起 你看看我这个 这一个是不是开得非常非常的茂密 每一个枝柳条的这个末端呢 都有这样子的花苞串 然后这一串一串的花苞呢 它其实呢 这是玉碟 然后它的这个花苞呢 是红的 有一点红褐色 然后里头呢 就会包裹的一颗一颗的白色的小珍珠般一样美丽 然后到了过年期间 也就在过个一两个礼拜以后 它就慢慢开始绽放出一只一只美丽浪漫 又在飞舞般一样的 它可以随风摇曳的这个白色的蝴蝶 非常美丽哟 这就是我们的玉碟 然后 谢谢观看